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战争开始的时候 人们往往都是理气气壮 一直到战争真正进行 就发现一切都可能失控 到了最后 不管是失败者还是胜利者 负出的代价都是悲痛的 或者说 都是超过最开始的预期 以前的热战是这样 后来的冷战是这样 正在进行的中美贸易战也是这样 即使我们不知道 中美贸易战将会负出什么样的代价 因为他还在进行中间 今天早上 CNBC采访了美国政府的一位前高官 这位高官向北京发出警告 在他看起来 北京似乎对美国这样一种反华情绪 冠权在整个政治圈 精英圈 了解的不够 在他看起来 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 都已经形成了一种反华的共识 但是事实上 同样的道理 也是可以讲给美国人听 如果你看看这些天 中共的言论 你就可以发现 在中共的这个体系里面 已经发动了一场 可能文化大革命以来 最大的一次 反美动员 或者是反美行动 不要说上演上干领这样的抗美援朝的电影 不要说中国政府已经做出了一个不惜一切代价的这么一种姿态 就是习近平本人 从江西的动作到最近几天 媒体 其实在中国不叫媒体 叫宣传工具 已经把这一次的对美谈判 对谈判的正常的空间都给压棘了 压的义务已经完全没有空间了 刚刚看到了新华社的一篇评论 讲的就是说 对投赏派 投赏派要像固街老鼠一样的打 你去想一想 哪一场谈判 不是妥协 你能够把妥协 能够把讨价还价 当成是投赏派吗 那你还怎么叫人去谈判呢 这样一种时刻 这样一种情绪 这样一种两国之间的敌对 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为什么之前还有谈判这个过程 是什么情况之下突然厌倦的 我们在美国有非常丰富的资讯 虽然有一些极其敏感的最高机密 还没有解灭 但是大体上的状况 我们是通过媒体 就可以了解 华盛顿高层 他们内部的分歧 美国的鹰派 是怎么一步一步 控制了现在的局面 使川普自己本身 也受到了很大的制约 而这一步 这一种状况 在今天晚上九点钟的今天大新闻节目中间 我们会做分析 看一看现在华盛顿的鹰派 隔派 他们是怎么回事 或者说已经没有隔派的空间了 当然大家更关心的是 北京是怎么失去理智的 习近平是不是现在的这种反美的倾向 反美的行为 是他动员 他主导的 符合他跟大家所讲的 我们所看到的习近平各种讲话 各种认知 或者是我们对他的认知 还是习近平在这个过程中间 被绑架了 被另外一些势力操纵了 那么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 我们已经得到了一些特别的消息 而这些消息 跟现在大家对北京这种反美状况的出现 它的过程的了解可能有很大的不同 这个信息是否可靠 那么 我们将会展开这个讨论 但是 这个今天大新闻所透露的信息 应该是前所未有的 一个比较惊人的消息 而对这个消息的解读 将会使我们重新 可能是我们重新损失这一场 中美贸易战未来的可能性的走向 但是 有一个事情 无论是习近平是怎么选择 川普怎么选择 中美这一场贸易战 已经产生了后果 已经形成了巨大的关心力量 正在使世界的经济秩序 世界很多的这样一种 沟通 这样一种连接 产生了很大的变化 当然 有一些中美关系的变化 尤其是在贸易层次上的变化 在贸易战之前 其实就已经产生了 去年 中国往美国的投资 中国跟前年相比 下降了83% 这是一个多大的数字 从几百亿下降到 只有几十亿 一方面是中国 控制了到海外的投资 另一方面是美国 加强了 对中国 投资的审查 限制 而在产业转移方面 在中国的很多的制造商 已经意识到 中国是一个成本越来越高 风险越来越大的一个地方 所谓成本高 就是 繁保啊 管理啊 尤其是薪水啊 增长得非常快 比如说在广东 原来的薪水 工人 东莞吧 我们就是讲 原来的薪水 大概每小时是14块多钱 人民币 2008年 那到现在已经升了多少呢 已经升到了14块多钱 14块多钱 2美元 比美国当然还是低很多 但是在中国 或者是相比其他的地方 他的人力成本 就已经过高了 而且管理的风险 控制的风险 也加大了 中共 最近几年 由于自己底气足了 开始不把外商当回上 外商所原来的享受那种上兵的待遇 慢慢再减弱 甚至有一些面临到产权被侵蚀 产权强迫转移 而且官员们不作为 因为官员们现在没有小摊小屋的机会以后 那么他们工作热情也下降 所以在最近几年 制造业 西方制造业 在中国的转移 实际上早就成为了一个趋势 只是说一个产业的转移 不是那么容易 越南 马来西亚 一年 他们劳工的品质 劳工的其他方面的条件 未必像中国这些年 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职业化 一定的规划化的管理 所以 这种转移 在过去这些年 虽然制造业他们有这种冲动 也在做这样的准备 但是呢 整个步子不是那么快 但是中美贸易战 中美贸易战的情况发生了以后 是很多原因还在犹豫 或者是正在考虑 怎么从中国转移 那么 很多人就下了决心 现在没有精确的数字统计出来 笼统地了解的数字 我看到那个数字 大概已经有40%的制造业 将会从中国转移 而且 我所了解的 不仅仅是西方的制造业 香港 台湾 包括亚洲的一些在中国制造业的投资工厂 也有转移的冲向 甚至包括中国内地 自己本身的本土企业家的制造业 他们也会想办法转移 当然 要完成一个产业链的立即转移 确实有它的难度 而且 在目前阶段来讲 要应对关税的风险 这个问题 所以 有一些企业采取非常迅速的减变的方式 也就是说 低端的 零部件的 基础性的 规模化的这种零件生产 仍然在中国进行 但是 最后的组装 可能是在越南 可能是在泰国 马来西亚 或者印尼 完成 这样的话 既然可以使产业不是一下子完全转移 不能形成新的生产能力 避免这种状况 同时 又避免了税的要求 因为 你在一个新的国家去生产的产地 那么 你最终呢 美国政府就没办法去加你的税 所以 这也是一种 一种就是 投资的 制造业的 现在临时必须的一些方式 当然 从经营系统来讲 从投资系统来讲 其实这些年 投资家 他们也意识到 即算是中国的投资家 他们在美国进行了这样的吸收资金 比如说 在华尔街上市 但是 有一些企业也感觉到 中国的热潮 抱歉 中国的热潮 有一点过剩 而美国的投资者 未必对中国的企业有精确的了解 虽然华尔街的投资商 他们很有热情地大赞了一笔 中国上市公司的这些钱 但是 这些股市 这些企业 这个股票市场 能不能持续维持下去 能够达到原来 上市公司他们的预期就很难说了 所以 有一些上市公司的人 就跟我抱怨 他的股票之所以在华尔街表现不好 主要是 美国的投资者 对中国的企业认知都不高 所以 他们早就考虑 在华尔街里面转移 其实这典型的 最近发生的几个事 一个就是中芯国际 那么 中芯国际已经举动 要从纽交所退市 而阿里巴巴也决定了 可能重新到香港上市 在原来 香港证券所所设置的这个障碍 现在 因为阿里巴巴这个质得太大 这个秉持得太大 那么 就是 香港证券所做出了退让 那么 如果阿里巴巴 他在香港上市 对于阿里巴巴来讲 这样一个 他在中国大陆有 每一天都有这么多人 在使用阿里巴巴 那么 这些人很有可能会 成为比美国人更引药的 买阿里巴巴的股票 所以 主动的退市 这个未必跟贸易战一定有一个比较的关系 这是因为 这个经营市场本身也在变化之中 当然 阿里巴巴和中芯国际 尤其是中芯国际 它的主动的退市 是想避免美国的进一步的对中国企业的打击 在星期三 美国的国会议员提出了一个议案 要求对中国在华尔街的上市公司 要进一步的审查 这样一种审查 使更多的中国企业不敢到华尔街的上市 或者已经在华尔街上市的公司 过去靠造假表 假报表 假材料 可能还可以谋谋过关 虽然纽教所非常的严格 但是呢 中国至少假的方面 还是有非常专业的一套 未来可能会受到更苛刻的审查 这样的话使一些在华尔街上市的企业 很有可能也会主动走向退市 所以 现在为了避免这个战争的风险 主动突高 中国减少到美国的投资 美国减少到中国的投资 彼此在对方已经投资的企业 想尽一切办法 去尽可能的安全的撤退 现在已经成为了一种趋势 一种潮流 因为历史的经验告诉他们 战争一旦开打 后果往往不堪许想 好了 今天的点点今天事就点到这里 谢谢大家 今天想全新推出个人专属频道 想点就点 每天都做点点今天事 他却总是意犹未尽 因为新闻实在太多了 想点的可不止一点点 现在有了新频道 他可以随时随地与您分享 最有趣有料 新鲜热辣的新闻哦 从时政经济到生活健康 新闻不断突发 他想点就点 先有点点今天事 再有想点就点 从一点点到不止一点点 明镜想点就点频道 24小时每周七天 有话点点吧 这就是随时随地 想点就点 好了 想点就点就点在这里 想点就点点在这里 随时随地 想点就点 就是太贵了一个 随时随地 想点就点 抱歉抱歉 我试了好几次都没有成功 今天就是要试试成功一下 看怎么都有直播节目 别忘了YouTube订阅想点就点栏目哦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